近日疫情回升 除了學校和食肆 院舍也都暴疫 週一新增3間分別位於西貢 黃大仙和元朗的院舍出現確診個案 上週開始暴疫的屯門赴泰湖里安路院 目前累計有15名院友同員工中招 院內長者要分批送到亞博管檢疫 安路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週一在電台節目質疑 這個安排令長者疲於不命 他提到日前有另一間院舍也有類似情況 當日直至深夜才將全數42名長者送抵亞博 他又批評院舍有員工染疫 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的院友需要送往隔離中心 但其他人就可以居家檢疫是雙重標準 業界就覺得如果長者他居住那間院舍 無論是通風無論他的間距 無論他的設施或者他的人均最低面積 已經去到十幾平方米了 就是比政府要求的隔離院舍還要高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將老人家用一刀切的方法 只要你密切接觸無論他這個老人家 究竟是不是一些療養程度的長者 都要將他隔離去阿博呢 衛生防護中心重申 是不是需要去檢疫要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如果有院友是個案的時候 可能會其他住在他附近左右隔離或者同房的院友 由於在同一個居住環境 他們都有機會都是沒有戴口罩的 所以都會被連環密切接觸者 至於那個規模或者需要撤離多少呢 都要視乎實際是院舍的情況 有一些院舍可能涉及一些爆發的情況 譬如好像富泰一樣 我們都相信可能在同一樓層裏面 差不多整層樓的院友 都有機會在暴露風險之下 可能就需要全院都撤離 東網記者李成德報導